再看到光复乡公所办公大楼前停车场一位难求 让下工的民众所诟病之外 对于都市计划以及元宝地宣办进度缓慢等问题 在今天上午的相待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直询的议程中 相代表郑万镇还有李美银高度关注 直询建议乡公所要加快脚步赶上进度 光复乡公所办公大楼厅设每轮每换 前方停车场停满公所员工的爱车 让前来洽工的民众一位难求 向代表李美银直询要求向公所加强规划管理 公所大楼前停车腹地小规划车位也不多 市区商圈寸土寸金 相代表郑万镇不仅关心光复乡近两千多米的原住民保留地增化边作业进度 对于乡都市计划土地分区编定超过十多年都没有下文 影响市政经济发展不说 地主权益也受损 郑万镇提出质询 那我们现在参长跟建设委长是公所讲 只要杀工行签导的时候 有很多的成绩 很多的建议 建议需要解决 或者是建议要打开征收 让我们地主 让入到二等会的时候 都不能盖好 怎么样早点征收 让我们死心 这样子求得盼望 但世界经过了开始五十年 连征收都能征收 那现在经过期是说 别到特别到县政区 跟县政区的都市委员 来做面对的来争取 现在因为那个程序非常远长 就是也拨了好几年 然后我们也都有在追踪 就是现在应该 其实县政区 应该还在县政区 应该还在县政区 应该也有行为 光相待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执行议程 林美盈与郑万镇两位代表 另外也针对了 大安社区排水沟恶臭 乡内流浪和流窜 形成社会治安的隐忧等等问题 建议乡公所尽快 掩拟相关解决方案 共同维护光复乡的生活品质 记者是越南光复财谱报道